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希 我們希5,晨早新聞報寸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我們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4月29日,星期六 位於廣東北部的釘雅曹 正逐漸向南移動,為我們帶來雷雨 今天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約28度 下午有幾陣遮雨,局部地區有雷暴 吹輕微至和喚的偏東風 今晚轉吹和喚北風 最高之外線指數大概是8,強度屬於甚高 唉,昨天的新聞,有一宗真是可憐的 內地遊客來香港玩 接著呢,在那個旅遊巴的尾巴 被撞到,因為見到很多遊客 喜歡塞車尾,他不知道香港馬路的險惡 但是這次過不了,撞到昏迷入院 家人就憂傷 那位是維吾爾族的男人 那位是維吾爾族的男人 很胖的,很慘的 希望他盡快康復 另外看到有個洗冷氣機的工人 跌下街了 嘩,在上環那頭 另外又看到有個賓士 不知為何可以放在兩個巴士中間 怎能做到的呢 還有,有人在黃埔的房子漏水 漏水漏到大小異變要帶頭盔進去 香港真是古靈精怪 是的,詳細新聞內容 明天開始 今天開始 今天開始 29日 日本 無需出示新冠針卡 以及沒有確診證明 即是隨便進去 這樣 但是進去 不要去抓女兒去廁所強姦 不能做這些事情 是吧 不要被人看得以為我們香港人變態才行 現在去日本就方便了 五一黃金周就誇張了 過了五一我就去日本了 東方頭版 市民很開心 湧出香港 香港就怕烏鷹也像 會不會呢 其實有很多人回大陸是真的 因為你始終有 現在五六天 長假又等等 又五一黃金周 連著六天 接下來一段時間 那些人應該都飛出去 最近我想那些點擊都很一般 哈哈 飛出去到遲 大家自己 有些還留在香港 遲些再玩過 不過說真的這些事情 會亂很多人的 只有一個逼字 對吧 港鐵響應活動 有個開心 香港六月就抽獎 送出全年車票十五萬獎品 這麼便宜? 坐車不用錢 是要抽的 詳情是怎樣 你自己上網看 香港繼續推動 那個旅遊業 大家都開開心心 好啊 新聞很多 慢慢說 有一宗 醫療事故 報出來 公立醫院 四宗醫療風險警示 三個病人 體內 竟然遺下了一個醫療物料 有沒有搞錯? 怪醫巡博士 有沒有看 怪醫巡博士 第一集就說 整把手術都掉進身裡 這次掉了什麼醫療物料 沒有拿出來 離譜 就這樣亂針就算了 另外 有一個在醫院裡 調頸死亡 有些風險通報內容 三宗病人 體內發現醫療殘留物個案 3.5厘米長橡膠管 嘩 整天手指這麼長 放進身裡 無厘的 無厘的 1.3毫米金屬碎片 還有一條管 tube tube 嘩不是吧 tube那些成肢 跌倒進身裡 亂賣孫 他說 後來 照的時候 照到有些東西在裡面 嘩 原來發現 這些西醫真的是 是醫療物料 你沒有信心 把東西拿出來 你不要打開別人的身體 真的嚇死人 這些新聞 真的有 真的有其事 另外 假中醫也有 中西醫也是 這是假的 中醫 女子經治療後 背部不舒服 在將軍澳有個男人 涉嫌無排行醫被捕 抓了個48歲姓毅的本地男人 涉嫌未經註冊作中醫執業 是啊 那怎麼看中醫堅定留 你認識 就知道 你不認識 你怎麼分辨 他說什麼你都相信 我去看中醫 通常我不會懷疑他的 因為這些診所 很多時候都是要持牌的 我通常進去說五行 跟他說穿關尺 你把脈的時候穿關尺 那些東西 那他一說 他說是行家 來的 行家都要看醫生 我不要給自己 對嗎 其實基本上我看中醫 就拿草藥而已 或者某些人幫我針 很多東西自己認識 你要認識 然後大家才可以研究 你不認識的 人家說A是A B是B 那些東西不舒服 你才可以揭發的 這個男人肯定跟別人看過很多證 是不是 真的 有些中醫 單手把脈都敢死 是的 應該是左手把你右手 右手把你左手 你很多人都不知道 還有舊底的 都是亂來的 說一說這件 屯門情侶爭執 男人被剪刀插雙手腳 這個女人都夠狂躁了 說到了 昨天下午4點 執法部門接到有人報警 有一對情侶在屯門安定村商場 爭執 怎會有把剪刀在身上 這些真是帶攻擊性武器 竟然她的女人用剪刀插雙手腳 全身多血 涉案30歲女子 事後還離開了 還未有人被捕 暫時還未看到 這個女人真是離譜 你動手動腳的男人也好 女也好 也是驚而遠之 我昨天也發生了一件事件 在頭等車廂那裡 有一個 我想很多人都經歷了 昨天 因為很迫 在頭等車廂那裡 有一個不懂得表達自己的男人 一邊在罵 罵的人應該聽到 就算沒有字 在裡面的情緒也是粗口 但是很吵 不知道罵什麼 有點像思覺失調 那我就下車了 那些人說 他不對當然是趴他下車 不是這樣說的 敬而遠之 這個世界要避 你不避人 有什麼事 真的拿一把剪刀出來 也不好 這個世界每天都有人 什麼都好 精神失常 不正常 那我們沒有理由 去把這件事 拉到自己身上 是 避得很避 另外深水埗 有一個22歲的青年 應該拍了遠 吸毒後 跳樓死亡 深水埗 早上8時 雨洲街 這個大廈 有人報警 天井 天井 位置昏迷不醒 22歲 陰公 姓林 男生 在他家裡 找了吸食毒品的工具 似乎 要不就是撥兵 要不就是打針 不知道他在玩什麼 什麼 然後 就跳樓 放棄了自己的生命 很年輕 但是好像有另一宗新聞 說他 應該是這個男生 因為昨天說的是深水埗 有人跳樓之後 有人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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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 搜索了他的屍體 在屍體裡面 偷東西 是這樣的 跌下街的不是報警 跌下街之後 就搶東西 這樣的新聞也有 真的 趁火打劫 真是發死人才 唉 唉 這些真是新聞 真是離譜 另外又說一下 跳樓那些 稍後再說 實在太多了 好 再說一下北角 中年男人 怒鞋 向男子怒鞋 嘩 真是 形省勁 昨天早上11點左右 有個42歲男人報警 他說有人在我面前怒鑿 報警 然後拘捕了他的遊蕩罪 拘捕了一個46歲的男人 姓黃 將他帶走調查 變態人 周時有 為何失常呢 我們也很難說 但是看到有個 用自己的東西 磨擦女兒的下體 40歲的電腦技術員 認非禮 還押後判 人渣 是一個女兒 十個月內多次非禮 九歲的女兒 女兒還要九歲 他承認五項非禮罪 這個男人 遲些再判 細節一點都不說了 色情的東西 你自己看AV也看完 究竟發生什麼事 但對著自己的女兒也這樣做 確實是變態 好 另外 港南收了一萬元的報酬 過大海 典當一些假的手錶 兩家當舖 被這兩人 港男女 騙了十三萬 被捕 當假的 你也不要說 只是內地人下來香港才什麼什麼 港人進去澳門一樣 只是這樣 拍攝了 澳門人怎麼看我們香港人 是不是 你真是兩人 跑去澳門 當假的 當假撈 至少欺詐兩家當舖 涉熱 就涉款十三萬港幣 這就是觸犯相當巨額的詐騙罪 所以就拘捕他們 事後原來做這些事 有一萬元的報酬 涉安男子也拒絕合作 竟然 怎樣 坦白重寬 他不是 不啊 不說話 那些 等人家沒有資料 沒有證據 拘捕你 拘捕就拘捕了 看看他會不會拘捕別人出來 可能涉及一個很龐大的利益集團 還沒頂 另外打擊這個大耳洞和非法收債 拘捕了21個人 包括持牌的財產負責人 嘩 當中同時涉及洗黑錢被捕 那些人 很多這樣的情況 又是刑事恐嚇 又是刑事毀壞 你收錢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收回債 但是你昨天有看外回家 你也知道 問人收債那個也是折墮的 借錢那個也是折墮的 大家兩面就最好了 他問你借他也刪窮水盡 你問他拿的時候 就慘過黑了 反過來 錢的東西 大家不要太多交涉了 昨天說的長洲謀殺案 警方帶了假人去重組案情 用假人模擬打鬥的過程 看看當時有什麼線索 就進一步搜證 看到長洲昨天也很虛陷 因為有很多警察進去 好了 說說這個上環 六十多歲的男工 在洗冷氣期間 跌到街上死亡 唉,慘了 原來是工程公司的老闆 有錢也沒命響 他工作就是那時候 你看下樓上車 車志明的工作 清潔工的老闆 六十四歲去洗冷氣 期間在四樓下跌到街上 地面重傷 同時報警救援人員 送到勒敦寺院搶救 證實死亡 工業意外 有人從高處墮廈調查 死者墮廈時 還撞到鐵架 懷疑撞到鐵架 撞到外面有鐵架彎曲 另外大廈四樓正在進行裝修工程 現場所見 尚指有中央冷氣封口被拆開 清潔途中 用水槍洗洗洗洗 可能失足 便飛到街上 便沒有了 是吧 阿摩阿彌陀佛 不知道 做一做事 跌倒了 便沒有了 真是可憐 有時候事情很難說 上班可能會飛來橫禍 去玩也會隨時重傷 這真是希望他康復 很淒涼的 他本身這班 即是下來香港玩 內地就是內地 但他是屬於哈薩克人 言語不通 要同鄉翻譯 整班同鄉下來玩 老公 慘了 被一個旅遊巴撞到 保險業說 如果沒有買旅遊保 還可能有得保 保障 但這件事很可憐 傷者重傷 送院搶救 土瓜環新碼頭 那個旅遊巴撞到內地團的男子 他67歲 來自烏魯木齊的男子 烏魯木齊 即是飛沙大目中 那麼遠 下午12點18分 交通意外 全身多處受傷 在場人士打電話報警 送到伊麗莎白院治理 情況危殆 警方正調查意外的原因 現場是新碼頭街 露天麥錶 位的停車場 拍了多部旅遊巴 現場消息說 雙者來自新烏魯木齊 有雙程證 參加內地團來港旅遊 他站在旅遊巴的車頭 準備上車 期間一架旅遊巴開動 懷疑司機 盲點看不到 直接把他撞到 你想想 其實旅遊巴不是挺高的嗎 你站在車頭上 他遠去看到 近去看不到 他看不到 剛好就有盲點 一撞到全身受傷 那個老婆 暗言抹眼淚 等消息 因為你也知道 烏魯木齊那邊 跟中國說普通話 就言語不通 靠同鄉翻譯 這個妻子人生老不熟 不懂普通話 也不懂中文 真可憐 突如巨變一念彷徨 在病房外 暗言神傷默默 用紙巾抹眼淚 等醫生交代丈夫的傷勢 其實很淒涼 當然網上有人一定是被嘻嘻 壞格 又該死 但你不要這樣想 你自己也會去旅行 人離鄉戰 這是真的 你想想我自己在泰國也遇過某些事情 言語不通 嘩 完全溝通不了 雞同鴨說 最後怎樣 算了 算了 但是你人命也不能算 真的很淒涼 你下來香港想看看環境 你自己張心比己 這些情況 你是不會笑得出的 我本台祝願他就盡快康復 最好就康復了 不然你也不知怎麽算 是 嚇死而香 大家的利是 真是希望他做得好 有人表示 可以告訴家屬 該治療的治療 該付款的付款 有保障的會賠給他 就是去甘肅的一間旅行社 和相關的人士 告訴你也有保障 對了 這裡看到香港的報紙一位 幫香港警察說了兩句話 他說 群組表示會協助跟進這個安排 也說香港警察效率也是快 現場已經是兵分幾路做事 幫助他們 因為早前內地客人也說 警察有40分鐘才來的 我被人偷袋 很多中港矛盾 那個美女說被人偷袋 有些網友說 是他被人偷袋還是他偷人袋 這樣說 接著他說香港警察來得慢 今次就說香港警察來得快 其實很難說的 你當時究竟是什麽情況 是不是繁忙時間 警察有沒有在做其他事情 你不能說這次的服務和上次的服務是同等的 這是很難說的 希望每次都快 最重要是 不要等 有些事情不能等 好吧 先說一說 這件事 東桌西望為大埔圓嶺村事件認錯 承認當時警方有即時採取行動 他當時說什麽 他說 拘捕了一個52歲的男人 他說連東張西望都敢兇 為什麽不敢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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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很兇 當時主持就說 他說我們昨晚報道過一個關於大埔圓嶺村的報道 引到很多熱話 熱意討論 而當中有些誤會 以為現場正在處理的警察 沒有即時採取行動 原來是有的 那這些 不要亂屈警察 你說錯了又要澄清 要不然你台上有這麽多人看 你真是 有什麽事你不道歉就拘捕你 大哥 國安法引起對社會的不安 各樣嗎 是的 仇警等等 沒有 沒有 說錯了就要澄清 這是對的 即時澄清 另外呢 黃埔花園 漏水漏到很離譜 樓上的住戶 你漏水和石屎剝落 律師和女律師和媽媽去廁所 要戴頭盔 戴安全保 哦 這間屋還要是律師做 是業主 你真是大件事 樓下的業主 周小姐雖然是律師 多次透過各種途徑維護權益 但事件仍未得到解決 你別想告人 你女兒是律師了 自身也難保 好啊 他說上年九月 住所半間屋跳電 立即和樓上業主 用E-mail 講解情況 希望他立即維修 但是回覆也不回覆你 E-mail上去直接拍門 還用E-mail 是啊 這樣啊 當然要即時 E-mail 你發給我也不看 我真的不看E-mail 我怎知道你是不是假的 你說你是律師 那又怎樣 律師 另外一個律師教 唉 真的 旁觀者 你以為清嗎 你說簡單 法律程序 我想業主他本身也懂 大律師說 他律師而已 我大 有個大事 我教你七招 如果你上面流水 跟管理處說 向樓上業主反應意見 我相信他們也有 第二招 嘗試直接聯絡 商討維修方案 我剛才所說的 上去拍門 第三 求助滲水 滲水辦 有個叫做 求助滲水辦 由當局介入 你不說 我不知道 原來有滲水辦公室 另外第四 聘請公證行調查 紀錄單位受選的情況 有個第三者 搞不搞好一點 第五招 尋求食環署 發出防擾事故通知 如果不遵守 可以罰一萬元 如果你拖一天 拖一天就罰兩件 對 人也是很賤格的 要是用錢才能逼你們做事 第六招 尋求法庭發出的防擾事故命令 他說不服從規定 罰兩萬五 拖延一天 那就四百五 嘩 多錢 第七招 尋求法庭頒法 入屋令 先維修 後索償 我入屋 現在法庭頒了令 不是守屋 那些工人進去 我現在幫你弄 你不弄 我現在幫你弄 弄完之後還給他一張單 大律師教你這樣做 女律師自己的房子 都說要戴頭盔去摸摸摸摸摸 大小異變 大律師說 其實你還有七招可以玩的 那就試試看可不可以 另外有個電動單車 電動滑板車 其實原來最快 今年底就合法了 說這樣說 但是現在還沒合法 將軍澳 扣查了六輛電動滑板車 拘捕了六個男人 有些人說 這宗新聞我想起 想起衛小寶 帶見玲公主去 嫁給五三貴的兒子 然後剪了他 他說 他說什麼 父馬 你也不急了一時 你也要和公主動房 見玲在旁邊說 我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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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 都快要合法了 幹嘛 這麼快 這麼貧能 搞這些事情 沒有關係 不是這樣想的 你想想 年底合法 現在才4月29日 你瘋了 上年4月29日 我說OK仔確診 OK仔確診 我和希希都送進方艙了 是不是 今時今日 法例就是法例 未到就是未到 不要想著搏 可以這樣 快要放我走 SIR 放你走 一天前 只和你整個599G 罰你五千 第二天可以沒事 法例就是這樣 時分了 也不會有失 這些事情 時間的事情 另外說一下 波子 保時捷 在灣仔 遇到路障 揭發司機 曾經喝過酒 短裙女乘客 笑臉坐茶 這麼多人看 這宗新聞 這宗新聞不是很漂亮 不過穿得挺公主 真是挺公主 有公主就 以前小時候 最喜歡穿這些衣服 剛才凌晨 有小朋友 懷疑走後駕駛 女兒下來的時候 別人見她漂亮漂亮女兒 這宗新聞 這是一個焦點 但是她的樣子很好笑 為什麼這麼好笑呢 這小女兒 是的 這小女兒 一下車的時候 看著她的記者 擺了笑臉 我又想一下龍亭的笑嘴 為什麼這麼好表情 她是明星 這女兒 有人報稱 喝了一杯茅台 中國列酒 就開車了 那美女 我用普通話問 加碼 加碼 當然是拍招 為什麼不拍招 拍照 我怕你們聽不懂 另外 說一下翠平北 停車場 本田 就退車 撞車 藍司機 走後駕駛被捕 很多人喝酒 五六天 古靈精怪 交通意外都有 李敦道 兩輛巴士 就夾著 一輛巴士 網民說 怎麼夾進去呢 其實 不知道 怎麼知道 為什麼 你說車在後面 撞進去 又撞不到 巴士沒有理由 扭轉右 又夾著 Benz的中間 不知道 外星人擺進去 不是 怎麼樣 有對意外 誠恩感到好奇 怎麼夾進去呢 他很想看看事發經過 不知道遲些有沒有車營 CCTV看看 現在只有一個講字 沒有離頭 另外 元朗公路私家車被撤線車失控 撞到輕型貨車後 乘搶了 乘搶了 真是可憐 真是 很危險 公路 我們差點 那天坐巴士 死人私家車 就放過來 哇 巴士馬上收慢 有些乘客也看不到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看到整個過程 我當然說幾句 很危險 只要我在日本 泰國 馬來西亞 我發現香港坐車最危險 香港坐車最危險 說真的 我來香港多久 到現在一個月都未夠 我已經發生了兩件 差點撞車的事故 但是我不代表在其他地方 沒有經常坐車 我在其他地方都有坐車 真的 香港 所以我每天都有新聞報 另外 林景南 阿布泰的老闆 再被指欠租 日品追你五十萬 要求 趕快交給你的店 不知道他有什麼事 他說美麗華廣場二期分店租金和管理費 欠了五十四萬 業主在二十七日入品高等法院 追你阿布泰這個錢 他說他一直都交不起租 由去年七月起 每個月九萬元租 租約為期兩年半 到現在已經欠了五十幾萬 那時候開始都沒有交過租 那些人做生意做到這樣 你不要說什麼認識 你租店鋪當然要交租 這個基本很簡單 和政治無關 當然他當事和政治有關 不說太多 關於什麼事 他說是 他說不是 這些事情 好 另外 在港島反黑香港仔 蓋白家樂賭檔 拘捕了十二個人 有男有女的 六個女人 五個男人 年齡介乎二十至八十七 想不到女人比男人更難倒 那這些 經營賭博場所可以罰五百萬 最高監禁七年 嘩 如果你賭錢 罰三萬 監禁九個月 有沒有這麼嚴重呢 我聽也沒聽過 法例在這裡 看看官員怎麼判你 剛才說到跳樓 天耀邨女子墮樓 當場死亡 就是 昨天早上十點三個字 這個人是69歲 馬安山也有個女人跳樓 死亡 這是41歲的女士主 在天羽海屋苑 是這樣的 寶泰街18號 跳樓 昨天下午5時53分 沒有時間捉 彩虹村又有個女人跳樓 因病厭世 65歲姓張 剛才凌晨兩點半 昨天有很多這些跳樓 除了一宗拍了院 跳樓之外 還有很多這些事件 講一講 跟大家 吃飽 睡覺 是不是會生癌症呢 研究指出 九點前進食 和十點後進食 患癌機率 差20% 這些其實是很基本的常識 是常識 遲吃飯 胃未消化完 睡覺 裡面的自律神經敏亂 睡覺基本上不需要用任何能量 我想不用太多 你身體其實有很多東西 脂肪 尤其是讓人變成同體 其實已經可以運作了 人本身有很好的食堂 碳水化物等 主能量 升血糖 你儲了低 有些脂肪 但是有時候很多人 半夜肚餓 就是血糖低 血糖低令你感到肚餓 你肚餓不代表你沒有能量 就是要油 等你的肝糖 用到七七八八的時候 才可以轉你的脂肪做燃料 其實那時候是最減肥的 睡覺應該睡覺吧 吃飽了走去睡 放在胃裡 什麼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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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很早吃光 起碼最少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對我來說已經很短了 因為正常 現在最遲都八點 八點 睡到十二點 一點 起碼都五個小時 我不敢吃東西 在睡覺之前 從胃酸到流 胃酸到流 你上來吃到癌 是不是 很多問題 人們是貪吃 而且最重要的是 人們是不了解自己的身體構造 令自己受苦 今天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說其他新聞 拜拜